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卓不凡和容天领一行的下落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啊 凭他们是我要抓的凶犯 凭我是大姑县衙补卖 大姑县衙补的九命血案 刑部早已下令给直立厅 除了内务腐卖任何人不得插手 我已经告诉你们 你为什么就不听呢 干吗 刑部的文书 我怎么会有刑部的文书啊 你怎么会没有 王弟宝 又跟我来这套手 今儿还真敢巧了 我还真就带着内务府的公函 看仔细了 则各地阳闻局决力辅作出 此行之事委查办案结尾 刑部的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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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配合你 根本没有提到大姑客栈九人命案 甚至都没有提到大人办的案子是什么 术在下难以存在 王弟宝 你是不是非要将荣天龄赶尽杀绝 又或者将自己这条命断送掉 才肯上罢甘休 你说我不是要将荣天龄赶尽杀绝 我只是要缉拿大姑命案的犯案者六人 这六人中包括唐宇在内 有四人已经被我手认 是因为他们拒捕抵抗 现在只剩下于幻杰和秦驼 卓布凡作为掌门 难辞其咎 也要一并拿下 我只缉拿这三人 其他人没有涉案 我自然也不会情追不少 你 就你 那于幻杰和秦驼 是荣天龄的大师兄和三师兄 早已是江湖上成名的高手 更何况他们身后还有一个 剑法绝顶的掌门卓布凡 就你一个人 你能拿下谁 你这骨子千里追凶的劲儿 我很欣赏 但你这种不顾实力悬殊的 以卵击石 着实令人可笑 日前在租界围杀 若不是我出手相救 你早就死在卓布凡的剑下 多谢大人 但我说过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 就定要追查下去 你脑子被门夹了吧 你说什么 容天龄是江湖剑派 是帮会 更何况他们背后 还有一只巨大的黑手 你再这么纠缠不亲 他们要是掉过头来对付你 你该怎么办 你不也在追击他们吗 你跟我有什么可比的 我是内务府的人 我上面有人 我有路子背景硬 除暴安良跟背景有什么关系 当然有关系了 我出事有内务府照着 你出事的谁还你啊 我秉公办案 除暴安良维护公寓 无需人来照我 迂府 小小衙门 小小捕快 你该做的就是维护秩序 秩序跟公益是两码事 真是不可理喻 一介草民还想着什么除暴安良 我早就跟你说过了 你如果真的要追击卓不凡 就到我手底下来做事 多谢大人 在下已经回答过你 待我将大公命案全部了结之后 才能做其他打算 王地堡 难怪你老大不小了还是个地堡 你根本就是一个杠的 为什么要那么执拗啊 做事情就不能学会变通变通 是非屈指抵截奉公 又何去变通 而我只是区区的报兵公事 又怎需去理会所谓的变通之道 我欣赏你看得起你 你如此不识抬举 你得罪我有什么好处 沐青大人 在下不怕得罪你 是啊 你当然不怕 你怕什么呀 你什么都不怕 不怕得罪阁下 是因为阁下是君子 大人是御弦四品带刀侍卫 我只是个不入流的戒业不快 我知性命在你眼中如蝼蚁一般 但是沐青大人却救下了我 如此见得 在沐青大人心中是有公义的 都是宁得罪君子 君子就越来越少 莫得罪小人 小人就越来越多 天行见地是坤 君子哪有什么好日子过 我 是容天领的 他们没那么大的案子 这也不是容天领的暗器 日本人 也不是东宁的暗器 我都没有和你 你站在这里 我都没有了 你会这么多 你认识的暗器 我都没有了 你会不会听到战 我都没有了 你会不会听到战 我都没有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前辈 前辈 刚刚那人为什么要杀你 你的伤得赶紧处理一下了 大夫说你三个月不能动 现在才第二天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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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伤得太重了 现天后 累疗迪 弩了 她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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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 你知不知道 哪里可以再买到票子 姑娘 能是要到哪里去 山西 我刚去过车站了 都是明天后天 大后天的票都卖完了 那能换一趟车 过两天再走好玩了 我有急事 有急事的 不要着急 买了这个地方 你有好多个票子的 说不定手上就有票子 这样 一会儿 我去帮你问一下 好 多谢 不 我给你 弄药子在哈东 弄的手帮子 怎么办法报到老了 空了咋了想 我让哈东不懂啊 我这个爱我 就是我他一股的 把酒给了弄了 已经早点换个 切好的 你啊 多谢的事故 饼骨 香蕉 主要 得口一个 黑系统的票钱啊 将一个票钱啊 啊 出彩 兴起出彩 兄弟 多部分和容天领一行 昨夜已经离开了 他们是一路向西而行 我们派出了手下跟踪他们 啊 他们出了城 进了一片树林岛 向西而行 那这么说 他们现在 大人打声开 大人打声开 那这么说 他们现在应该已经走出 上海地界了吧 差不多 我猜啊 他们现在应该到了 江苏一带了 我猜啊 已经走了 慕景兄啊 你说这王帝宝 能找到卓不凡吧 这个小小捕快 能从天津大孤县 一直追到上海 六个凶犯被他砍了四个 连我都未必能做到 这种能耐能小事吗 确实令人惊奇啊 这查案追凶啊 虽有技法可循 但终究是 有天赋者能为之 这个小地宝 有他的独到之处 让他先去试一试 我信他能找到卓不凡 追上龙天岭一行 那这样 我派人只跟踪王帝宝 就行了 没错 让他追去吧 我们好好养精蓄锐 你找到他们的下落了 是 我答应过你 找到线索就会告诉你 你答应的是 找到了带我一起去 不是不想答应你 是 都有不变 你又不方便了 你不带我 我自己也会去的 既然你不方便 那我们就个人走个路 我不需要你因为可怜我 才带的 我 方便 方便 好 那我去收拾一下 你进来等我吧 我就在这儿等你 林姑娘 那咱们可说好了 我带着你去追凶 但路上我找到 龙天岭一行的踪迹 去抓人时 你必须得老是听我安排才行 好 我 我 你 你 我 我 你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再往前都不远 有一家客栈 那赶了一天 路终于可以洗洗脚了 我们继续走 不停 可前面还有好远的才能有落脚的地方啊 走 走走走走 累死算 不凡 我养的虫儿 闻到这周围有特殊的陌生气味 应该是附近有跟踪我们的人 陈生 大师兄 你先带弟子们休息一下 清德 往行 跟我来 走 走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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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雲 出雲 太好了 怎么正缺马呢 那几匹马不能留啊 师弟 你留着他们的马 不就等于给他们留线索了吗 掌门 这是日本人 一会儿叫大师兄他们过来 我们到刚才路过那个客栈休息 为什么 日本人派人跟踪我们 必然会有传递消息的人 等到了晚上 还没收到消息 他们一定会前来 当看到这些尸体之后 他们就会断定我们朝前走了 他们怎么也想不到 其实我们是回到 刚才路过的那个客栈 这样一来 就能彻底甩掉他们的跟踪 这是后天的 是 没有明天的吗 哎呀 我问了好几个抖票子的 这张都是为了好大劲才搞到的 你要需要的话就干净 要是再过一会儿 恐怕这张都没得了 这张我先要了 老板 你再想想办法 要是能够找到明天的票 我十倍的钱都愿意出的 沐清修 这是寻闹接衙门窍警咱们的 来 吃一吃 来 怎么了沐清修 沐清修 怎么了 太规整 什么太规整呢 谭心手上那道伤 我之前以为是不小心划伤的 可是现在想来太规整了 那说明了什么 咱们俩还要再去一趟那个饭店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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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大了 十五 哎 搞什么 搞什么 你觉得谁啊 你知道我是谁吗 你就敢进我的舞 开门 是你 你 不是那位兄台吗 我进我的舞了 我 我 我呀 我是幸福呀 兄台 大哥 大爷 你可千万千万抓紧了别放手啊 小心 小心 你为什么会在这儿 我 我也想知道我为什么会在这儿 你说我为什么会在这儿 我怎么就在这儿了呢 可 可 我就在这儿了呀 兄台 大哥 大爷 有什么话 你把我拉上去说好不好 我不就是找了个乐子吗 又不是不给钱 你至于吗 哎 哎 为什么会在这儿 我 大爷啊 我又不是本地人 不来饭店 我还能睡大街上是怎么着 我是在海外做股丸和首饰生意的 我的商号在南阳 哎 你要看我的护照不 还有我来上海时候的船票 都在我那箱子里头 你自己看看去 你什么时候住进来的 昨天晚上啊 前天晚上你在哪儿 前些天我一直住在霞飞路的饭店里头 你为什么要换到这个饭店里来 今天上午 我要去给法族界工董局官员的太太们去看货 这儿离工董局近我就搬到这儿来了呀 我这一天都在外头忙活着 刚刚忙活完 我刚刚找了个妞回 大爷您就来了 那你为什么要住到这间屋子里来 大爷我是来住饭店的 饭店给我哪间我就住哪间呗 我倒是想挑个门牌号带爸的 人家说了 108 208 308 那都住着人呐 我不能跟人家住一块去吧 您要是觉得我住的不合适啊 我就换一间 我还换什么 我明天我就走了 我还得去几个小地方看看 有没有什么新出土的好东西 我得进点货去我 晦气 那女的确实是她带来的 没什么问题 没什么问题 前天在卖奇录 我看二位舞刀弄剑的 你们该不会是传说中的 大内高手吧 宫里的人我也认识啊 宫里的人我也认识啊 每年我都要去京城一两趟的 不少京官的大老婆 小老婆小妾小妾相好的 都要光顾我的 就连王府里的格格 都有不少是我的长期主顾 以后二位的大老婆小老婆小妾 小妾相好的 想要买首饰找我 期货可居价格公道同搜无期 都不是外人了啊 你们来这儿到底要查什么呀 我可是听到了一点风声的 你听到什么风声啊 我听说呀 这家饭店前两天好像不太平 夫界群补房派了不少门来 在外面溜溜守了一夜 就这也算风声啊 前夜里这家饭店出了一宗命案 死人了 那个太晦气了 死哪儿了 就在你这间屋子里 什么 就在你刚刚摔的地方 完了 这还让我怎么做生意啊 这混账饭店 把这糟心的房给我住 看我老实 看我好骗 居心叵测 丧尽天良 奢歇心肠 口蜜腹肩 不行 我得换个房间 不行 我得换个饭店 这还怎么住人呢 我得找他们经理理论理论去 凭什么呀 死了人的房间给我住 我得找他们要赔偿 赔偿我的运气 赔偿我的幸运 来 这 这 这干什么呀 拿着吧 你住饭店的钱 我替你出了 这怎么好意思 你规规矩矩地走 不要多说话 不要找饭店的麻烦就行 兄太 我这是给你面子 要不然 我非得找这个饭店 我大闹一场 要请兄找什么呢 你还记不记得 前天夜里我们检查 檀线尸体时 她的手指上有一道伤口 记得 我当时并没有在意 觉得是她自己 可能不小心划伤的 又或者是跟 祸刑对峙时弄伤的 可是我后来想起来 觉得是我自己疏忽了 那道伤口太过规整 而且从伤口的角度来看 很像是她自己割上的 自己割的 如果是你 你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会自割手指 沐清兄的意思是 谭仙会在这个房间里 留下血子 谭仙没有和同盟会的人 碰上面 她很有可能就在这个屋子里 留下的线索 如果我是贪心的话 我会这么做 给谭仙送去字条 让她午夜1点去接电话的 一定是同盟会的人 而电话如期打来 则说明谭仙和同盟会 并没有建立起联系 那么谭仙手里掌握的秘密 同盟会肯定还不知道 字条是放在送餐的盘子里 那个时候啊 女保姚已经跑出去 想要调虎离山 谭仙呢 也正准备逃跑 她这个时候收到了字条 也没有打算 留着等到1点钟的电话 因为那个时候外面有我们 有日本人 还有龙天领 继续待在饭店里 只会徒增杀鸡 她收到字条之后就会明白 同盟会知道 谭仙住在这个饭店里 这个房间里 甚至工董局设法保下谭仙 也是同盟会的人努力的结果 所以她写下血字留下线索 可惜啊 她正要逃跑的时候 龙天领破勤来了 谭仙死了 留有禁谭密赞线索的信函被烧 那封信肯定很重要 但最重要 还是她留下来的那行血字 平遥乱坟 菩提传人 菩提传人 应该指的就是南少林的传人吧 当年向朝廷献保的 是南少林戒律院传人便捷的徒弟 我要是南少林的方丈 也不会把宝图只交给一个人 禅院又不是只有一个戒律人 宝图一分为二 戒律院一份 菩提院一份 合情合理 平遥乱坟 菩提传人 活人是不会住在乱坟岗的 只有死人才会 这另一半宝图一定在菩提传人的墓中 现在知道这个秘密的 谭仙死了 同盟会的人还不知道 那个女保镖有可能知道 我岂先就怀疑卓凡知道 如今看来他们一行向西而去 肯定是去山西平遥 所以啊 这帮人谁去了山西 谁就是知道这个 清朝草头 草头能得了 山虎 山虎也没得了 那来一条鱼吧 河豚 没得 刀鸡 也没得 食鱼 还是没得 合着长江三千你都没有呗 不好意思 先生 我这都是个小店的 能 我 有什么鱼 黄花鱼 这么地道 行 加上吧 油炸小和虾有没有 鱼 有的 有的 三黄鸡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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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个呛蛤 这个 这个没有的 上了点档次的 你家都没有 行 就这样 凑滑 赶紧去做 好 好 好 再热壶花雕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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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油河 是我呀 我 我 幸运啊 运气好福星高照 昨天晚上饭店我房间里 你这什么记性啊 我穿上衣分就不认识了 俗话说 一回生二回熟 来 喝两汁 有意思 真有意思 我跟你说啊 我这一晚上都在找饭店 法租界 日租界 公共租界 我是找了一家又一家 有空房的我看不上 看得上眼的没空房 后来我就想 明天一早啊 我坐火车走 我就想来火车站啊 凑合凑合 结果这么一来 碰见你了 真是有缘 真是幸运啊 连黄花鱼这么上不了 有台面的菜都显得好吃了 来一口尝尝 本来这个季节 要吃就吃长江三鲜 可这家店太小了 什么都没有 其实吧 我也不是多喜欢吃鱼 这不是明天去山西了 那边肯定没有上海这边会做鱼 你要去山西 嗯 坟州府 你要去坟州府 对啊 常遇把这份警察迷在了线索 留在了自己的墓穴中 这就是常遇墓穴所在的地方 今天晚上啊 在坦县房间里的那个 叽叽喳喳 叽叽喳喳 名的浩穴 对 他会不会是同盟会的街头人呢 他会不会已经看到了墙上的自己 他当然最可疑了 谭仙在那个屋子里留下了线索 但凡只要住进去的人 说起来都可以 所以我放他走的时候 给了他留有我们专有印记的银票 只要他用了 我就能知道他在哪出现了 宿舍抓回来问妥协 我从墙上取下镜子之前 我仔细地观察了一下镜子的周边 发现镜子和墙之间有一小片蜘蛛网 这网上没什么灰 应该是谭仙写下血字以后 有蜘蛛爬过接下来的 由此可见 在我之前 没有人打开过镜子 如果林浩瀚看到了那行血字 蜘蛛就应该已经被扯掉了 再说了 他要是同盟会的人 咱们进屋的时候 他应该 好 他应该忙着在寻找线索 而不是在抱着个姑娘寻欢作乐 所以我就说了 咱俩就是有缘分的 你看 在饭店能遇到 在餐馆能遇到 就连去个坟州府都能再遇到 有缘 你是明天走 明天一早 你不也是吗 我买的是后天的票 后天 后天走你现在待在这儿干吗 Lucky 对 我跟你商量个事呗 那你说 是吗 我们两个换一下票 我有急事要赶快去坟州府 这个 我也有急事 你把你明天的票给我 我把后天的票给你 你在上海多待一天就是了 你的车票 我可以出双倍的 三等席啊 那都是泛夫走租下里八人呆的车厢 你不愿意啊 你要是真着急吧 那还不如跟我走 我可是包了一间包房子 我车还有包房 当然了 还有沙发 还有餐桌 还有床呢 我就一个人 加上咱们两个一起上车 那么大一间包厢 咱俩一路从上海 攻击 攻击 到山西 怎么样 我看这个林浩瀚 也就是个普通商人 要是同盟会的人 都像林浩瀚这副德行 就算给他们十个秘藏 他们也变不了天 美女怎么称呼 柳玲 你看看 你的名字我的姓氏啊 咱俩真是太有缘子了 柳玲姑娘 你去山西干嘛 我爹生日快到了 我想给他买件古玩做寿礼 所以想去拼摇看看 巧 简直太巧了 我跟你说啊 我爸就是做过完生意的 我这次去山西呢 就是想去看一批 刚刚出土的古董 你们要是想买东西 你一定告诉我 我帮你长长眼 保证你买到真东西 好东西 甜意的贵东西 我都不动 我都不动 你可以救命之外 百姓氏的 灵魂之后 延迟 我安全不动 抓住叽 谁也要有 你帮不动 见不知道 你们更多 你一共派了多少人去盯着她 是个都是老手 都是老手那还能跟丢 这群废物怎么没死在外面 确实死了 四人被杀 尸体被抛制谎言 说不凡一行人 不知所踪了 在哪儿跟丢的 江苏 为什么我们一直都专走小路 不走大路啊 追查卓不凡的 有内务府的 还有日本人 换做是你 你会怎么走 既然你想得到 卓不凡肯定也想得到 他知道我们要从小路上追踪他 那他大大方方走大路不就好了 你说得没错 但这不是玩小心眼就可以躲过去的 内务府的只要下令 把关到所有的驿站关起 进行盘查与监视 追都不用追 就会发现他们的踪迹 所以卓不凡他们 只能走山路 野路和小路 那为什么我们走了这么久 还是没有看到他们 他们应该是很小心 没留下什么痕迹 不过不用担心 即使他们再小心 再谨慎 也是会留下线索的 因为他们是人 只要人走过的地方 就不会了无踪迹 这是生火留下的 嗯 他们覆盖这些东西 就是防止人们发现 要不是你说我根本看不到 你看 这个树枝的切口多么地锋利 一个寻常人怎么会放着大路不走 而挑这条小路 又怎么会带着如此锋利的病人 又怎么会带着如此锋利的病人 这是尖销处在地上留下的痕迹 嗯 连马分都覆盖住了 可见他们很是小心 我们只要也小心一些 一定会有所发现的 所以说 他们应该是把马拴在了那里 坐在地上休息 围着火堆取暖 剑 靠在身上 剑翘处在地上 我们的方向没错 周不凡他们的确来过这儿 嗯 而且 他们中应该有女人 坐的是马车 你看 这是一条车折印 虽然看不太轻 但可以推测出 他们是朝那个方向去的 那我们离他们还远吗 我已经凉了 照这么说他们离开这儿 起码得有打半天了 继续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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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恋间风逐刀 生一身棱角 心若还魂如桥 生多少年少 参一生缘渺遥 曾半生寥倒 江山桌谁人笑 莫复年华莫复今朝 笑话是梦方凉 甘洒热血写春秋不枉 难愁之中虚妄 心病是念着雪阳 一生一世草木依旧 人生只何处隐似飞鸿 离风传枯树寒 夏冲也不可欲平常 烧花是梦荒凉 甘洒热血写春秋不枉 难愁之中虚妄 心病是念着雪阳 一生一世草木依旧 人生只何处隐似飞鸿 你风传枯树寒 夏冲也不可欲平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夏冲